來唱祝音符號歌 安 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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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拉 啪 噴 摩 拿出來 還有請你把辣筆拿出來 我們要開始我們的祝音功課囉 好,請你打開我們的功課 今天我們要教的是 哪一個祝音符號呢 今天我們要教的是 姿 姿 姿在這裡 我们看到滋有两话 金金老师要用不一样的颜色来画滋 从一 二 好 滋有两话 那小朋友你有没有看到滋的后面有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这一个是什么 这个你们这里也有 金金老师也有吃过 这个叫粽子 粽子 你们说吧 对不对 短午节的时候我们会吃粽子 好 你要不要看一下粽子呢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粽子好吗 好 我们来找找看 哪一个是粽子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小朋友有没有看到呢 这个就是粽子 金金老师喜欢吃粽子 它跟饭很像 它是黏黏的饭 里面包很多好吃的肉菜 好 这个是粽子 好 我们再回来看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讲粽子呢 因为滋 滋 粽子 滋 滋 粽子 好 我们再来看这个滋要怎么写呢 他要请你用这样子 好 这样子 好 这样子的方法 把滋写好 好 这个就是滋 好了 我们来看下面 哇 下面这里有葡萄耶 好吃的葡萄 可是呢 他说要请你帮忙用颜色 好 什么颜色呢 是紫色 请你拿紫色 把注音符号有滋的涂上颜色 好 所以请你拿紫色的蜡笔 把注音符号有滋的 金金老师找到了一个 这个是滋 紫色 我用紫色的蜡笔来画滋 还有哪个地方有滋呢 请小朋友用紫色的蜡笔 把它画完 好吗 请你帮忙画滋的葡萄 好 这是今天我们说的滋 滋 粽子的功课 一样 请小朋友看完video 把你的功课拿出来 自己把它打开来 把滋 滋 粽子写完哦 好 今天我的功课讲完了 要跟小朋友说 谢谢小朋友